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二微醺频道 今天是小满节气 我们将一起探索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经典之作《五绝小满》 在这首诗中 欧阳修以简洁而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小满时节的美景和他内心的喜悦之情 让我们一起深入解读 感受这首诗所传达的情感和意境 通过欧阳修对自然的细腻观察和对生活的热爱 我们将探寻其中蕴含的美学价值和对人生的启示 让我们开始这段美妙的诗一之旅吧 我先读一下原诗 夜莺提绿柳 好月醒长空 最爱拢头脉 迎风笑落红 这首诗的大意识 夜莺在绿柳中提名 明亮的月亮出现在广阔的天空中 我最喜欢看到田地上长饰良好的麦子 在风中欢笑着看它们纷纷落下的红色花朵 《五角小满》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一首诗 描绘了小满时节的美景和作者内心的喜悦之情 欧阳修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政治家 他以文学才华和政治见识文明于世 他的诗作以清新自然 情感真挚而著称 《五角小满》也不例外 这首诗以简洁明快的形式 生动地描绘了小满时节的景象 同时表达了作者对生活中美好瞬间的赞美和喜悦之情 诗的开篇 夜莺提绿柳 昊月醒长空用四个简洁的字句勾勒出夜晚的景象 夜莺在绿柳之间提名 揭示了春季生机勃勃的氛围 同时明亮的昊月出现在广阔的长空中 为整个景象增添了一抹明亮的色彩 通过对自然景观的刻画 诗人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活力和静谧的夜晚 接下来的两句 最爱拢头麦 迎风笑落红 将焦点转移到了麦田上 这里 作者表达了自己对麦子的喜爱之情 拢头麦生长茁壮 展现出丰收的希望和农田的繁忙景象 迎风而笑的麦穗随风飘落 落下的红色花朵在阳光下闪烁 这一景象描绘出一幅欣欣向容 丰收的画面 传递出丰盈的气息和欢乐的情感 通过对麦田的描绘 诗人传递了对农耕生活和自然美的赞美 也展示了对生活中琐碎细节的感受和关注 整首诗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和形象 展现出欧阳修的才情和对自然景物的细腻观察 他通过对夜莺 绿柳 浩月和麦田的描绘 将读者带入了一个美丽 活跃的春季场景 同时 诗中流露出作者内心的喜悦之情 对生活中微小而美好瞬间的赞美 诗人通过这首诗所传达的情感和意境 展示了欧阳修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他通过选择细腻的自然景物来表达情感 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世界 首先 诗人通过描绘夜莺在绿柳中提名 浩月照耀长空 展现了小满时节的宁静和生机 夜莺的提名和浩月的照耀形成了自然界的和谐 使读者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 这种自然景象的描绘不仅使诗歌具有了画面感 也使读者能够与自然产生共鸣 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 其次 诗人借助对麦田的描绘 表达了自己对丰收和生活的喜悦 他最爱看到拢头麦的茁壮生长 迎风而笑的红色麦穗 如花瓣般飘落 这里 麦田象征着丰收和农耕生活 而迎风飘落的红色麦穗 则象征着希望和喜悦 通过对麦田的描绘 诗人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生命力 和幸福感的场景 传递出对生活中丰收和美好事物的赞美 整首诗的语言简练 意境清新 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 诗人展示了对自然美的感知和对生活的热爱 诗中融入了作者对春季的独特理解和对自然界的细腻观察 将读者带入一个美好的春日场景 这首诗通过简单而优美的表达 表现了作者对生活中微小而美好瞬间的关注 并呈现出积极向上的乐观情感 欧阳修的《五绝小满》 以其简洁明快的形式 清新自然的描写和积极乐观的情感 成为宋代诗歌中的佳作 这首诗通过对自然景物的赞美和对生活的热爱 向读者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情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它不仅展示了欧阳修的才情和细腻观察力 也向人们传递了对人生美好瞬间的关注和感悟 欧阳修通过将自然景物与情感相结合 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生机和欢乐的春日世界 激发读者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情